前两天我们介绍了科学家在安慰剂上的研究史 首先用实验证实了安慰剂效应的存在 其次找到了相当多疾病中安慰剂效应的生理基础 今天我们继续往后延伸 比如说如果提前告诉患者他吃的是糖片而不是真药 安慰剂效应还存在吗 那进一步说安慰剂效应有没有负面作用呢 简单的说只要医生注意表达方式提前告诉他们一样有用 而且比双盲实验里服用安慰剂后也略有恢复的那组患者的疗效 整体还要更好呢 这结论的后半截可能有点出乎意料 咱们来看看这个结论是怎么一步一步得到的 首先医生们凭经验和感觉 好像就觉得如果能和患者深入的沟通达成信任之后 信任度越高疗效越好 但是不是这样呢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卡布恰克做过这样的实验 他当时研究的是针灸对肠移基综合症的效果 肠移基综合症是一种和精神因素高度相关的疾病 病人会顽固性的腹泻 而且什么药效果都不好 对这种用各种药效果都不好的病 其实往往可以试一试另类疗法 针灸就是其中之一 卡布恰克将这批患者分了三组 做了对照实验 第一组不做任何的治疗 属于对照组 第二组跟第三组都使用标准的针灸动作 有医生在一台针灸机器上 设置好了刺入的位置跟入针的装置 入针的动作都是由机器完成的 非常标准 只不过为了验证安慰剂效应如何 那个装置里的针都只能刺到皮肤表面 然后就马上停下来了 从罩住的外壳外面看 好像这机器还在继续入针 但实际上人眼看不到罩子里面的情况 那里面针头就停在皮肤表面上了 根本没有刺进去 只不过是由于一直有刺痛感觉 所以就会让这两组人觉得 真的跟刺进去是一样的 那第二组跟第三组区别在哪呢 在于患者和医生的沟通交流时间 第二组呢只交流五分钟 就是告诉患者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我看过你的病例啊 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带有科研性质的治疗啊 你该怎么做呀等等 而第三组病人跟医生有45分钟的交流时间 首先医生要态度良好 然后医生要引导病人 先倾诉他的病痛之苦 自己呢认真地倾听 听完之后还得表达一下 哎呀你这真是太痛苦了 并且在提出治疗方案之前 还得故作深沉20秒的时间 好像这治疗方案在说出来之前啊 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 最后再说说自己对针灸的疗效的预期 再表达一下说这个疗法今后一定会非常好的 尽管这三组没有一组接受了真正的治疗 但一个疗程之后就发现 第三组的疗效明显好于第二组 第二组又明显好于第一组 这个实验就证明了 互信的医患关系对疗效的影响 那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实验之后 卡普加克又做了思路上的调整 他想如果医生把存在安慰剂效应这件事告诉了病人 那是不是安慰剂效应的良好效果就会突然消失了呢 因为病人大都是不了解安慰剂效应的 那一旦告诉他们 就相当于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病人突然就琢磨过来了 原来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啊 这样一来疗效不就消失了吗 这次的病人还是肠医疗综合症 但是呢不用针灸了 而是用口服药 当然这口服药实际也只是糖片而已 但这次跟以往的各次实验不同 对照组什么都不吃 实验组虽然吃的是糖片也不是药 但医生却要跟他们说一番话 首先啊告诉他们 安慰剂效应是很显著的 而且是在生理机制下能够生效的 并不是一些纯想象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愿意相信糖片这种安慰剂效应 那真的就会有作用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信啊 这方面并不强求病人非得信 他只是告知一下病人 最后就是要求病人必须按时服药 每天两次每次两片 当然啊就是每次两片都是糖片了 你看这次等于是把安慰剂效应 明明白白告诉患者了 结果呢 被告知的患者依然比对照组恢复效果好很多 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组患者的疗效甚至好于新药研发中 没有被告知安慰剂效应 而吃的是安慰剂糖片的那组人 那这就很奇怪了 都是吃糖片 为什么告诉他们是安慰剂后的效果反而是更好呢 其实是因为新药研发中 安慰剂组啊 只是从第三方监控的角度看到的一个一个的患者 只有第三方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安慰剂组的 还是真药组的 那真实参与的人来说 不论他身处新药组 还是说糖片组 参与者本人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的 但新药研发的规范 就要求实验前必须告诉患者实验的方法 也就是让他们知道有安慰剂组的存在 于是这些人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有一半的几率会吃下的是糖片 而不是真药 于是呢 在不知道安慰剂效应 其实也有疗效的情况下 这些人并不是百分之百满怀希望的认为 自己吃下了药之后 病情一定会改善的 因为他们心里都隐隐的担心啊 自己可能被分到安慰剂那组啊 那吃的就是没有疗效的糖片了 所以啊 想在患者知道自己吃的是安慰剂的情况下 依然产生不错的安慰剂效应 就要把安慰剂也会有很好的疗效 这样的结论告诉患者 并且让他们满怀希望的期待着痊愈 看上去好像真的存在一种可能 就是药是无效的 但病人在医生的鼓励跟关怀下 加速康复了 这有时候发生在无药可救的患者身上 而更多的时候发生在 佣医和骗子身上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也很难说 这些佣医跟骗子 完全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一旦你了解了安慰剂效应 就会想到另外一种反作用 今天被称作反安慰剂效应 简单的说 只要你一直担心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副作用就真的会加倍的显现出来 比如说 临床上用来治疗高血脂 降低胆固醇的一款成熟的药物 他听 副作用的是肌肉疼 肌肉无力 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 还会导致恒温肌溶解症 什么是恒温肌溶解症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肌肉自行溶解掉了 恒温肌溶解症 这个副作用是在过量服用下才会发生的 发生概率非常低 低于十万分之二 而普通的肌肉疼 肌无力呢 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由于这个药用量大 而且用的历史也长 患者普遍了解 他听的副作用就是在肌肉上 于是在有些地区统计到的 因肌肉疼而自行停药的病人 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 如果一款药真的说疼到百分之二十的人 都不得不停药了 那其实这种药根本就不可能上市了 所以这些症状真的是由他听导致的吗 2017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 对他听导致的肌肉疼痛做了个研究 一万名心脑血管患者 实验组服用了阿托佛他听 对照组吃糖片 当然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的 最后收集到的副作用呢 主要就是肌肉疼 两组的比例啊 一个是2.03% 一个是2.00% 差别就1.5% 实验的第二个阶段呢 研究人员让第一阶段吃了他听的人继续吃 但这次告诉他们真相 说你们吃的啊就是他听 而对照组呢 什么都不吃了 结果这一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统计 第一组知道自己吃吃他听的人 报告自己肌肉疼痛的比例啊 显著扩大到了高于第二组26% 从高于1.5%到高于26%的差距 这就是反安慰剂的效应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药物的研发 也发现了类似的 不是副作用的副作用 比如说近灯治疗前列腺炎 也能生发的菲娜雄安 副作用里 就有导致勃起障碍这一项 如果提前告诉患者有这个副作用 那疗程结束之后 报告自己勃起出问题的人 比例甚至能高达44% 而不告诉的话 报告这个问题的比例就一下变成15%了 这一下差了两倍啊 而且在后续的研究中 科学家们还发现 反安慰剂效应一般比安慰剂效应 展现的还更加强烈 更加迅速 安慰剂效应需要语言的引导比较多 而且大都要服用药物之后 才会展现出来 而反安慰剂效应会在患者 连药都没吃的情况下 那种药物的副作用就已经开始显现了 这是很多医生都没有想到的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 少听信一些乱七八糟的养生诀窍 仅仅做到这一条 就会让你生病之后去医院 比其他患者恢复的更快更好 而对于医生来说 自然就是西伯克拉底 两千多年前的那句老话了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 在同样的知识水平跟用药基础上 那些对病人更加关心的医生 治好的病人总会更多的 好